因为连日大雨 苏花公路坍塌 最快要到月底才能开放给小客舍通行 这也让花东地区的农产品北上运输再次受到冲击 农委会将补贴运输成本减轻农民的负担 不过旅游业者可是苦哈哈 接下来的耶旦假期和跨年 游客势必会大幅减少 苏花公路受到连日豪雨冲刷 陆基被严重掏空 不由陆底下看得到一根根支柱 探訪位置在苏花公路115.8公里处 东澳到南澳之间已经封闭 正在抢修 公路总局预计月底才能开放小客车 单线双向通行 我们预计在农历过年前 完成那个20吨以下的车辆 让它只能够通行 以这个方式再敢办抢修这样子 苏花公路交通中段期间 台铁在宜兰到花莲之间 每日加开6班车 航空部分复兴航空台北到花莲 每日加开一个航班 如果必须亲自开车往返 公路局建议行驶中横台8线 接台7甲线台7线绕道通行 而花东地区输果运销 绕行南回公路北上者 农委会也会提供运费补助 耶旦跨年将近 除了民生运输受到影响 旅游业和观光客也很担心行程泡汤 花莲旅游业估计开车的散客退速率达到两成 旅游业者表示团体包车部分目前还在更改行程 这部分的观光人数增减还在统计当中 优点TV综合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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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